你心静着 开始跳吧 欢迎来到我们的经济会客厅 接下来做客我们的会客厅的是热烈 热烈来了 来大红导演 五项提名 讲一讲感受吧 刚刚是跟着年度 点会不能停 这一回带着自己的记组来 有什么样感受呢 我太高兴了 能够知道有这么多提名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拍电影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我们的伙伴们 他们都在幕后 所以呢能够大家一起 就穿得还挺好看的 能够一起亮个相 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的高兴 那这部作品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 那作为制片人 那芷汐总有什么样的感受 特别的开心 其实昨天在提名上面我已经讲了 因为我现在工作发生变化了 我说可能作为制片人的身份 能够站在经济的舞台 这是我最后一步 也是我人生里面唯一的一部了 所以这部热烈能够拿到这么多奖项的提名 对于我制片人职业生涯来讲 也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但是我要感谢他们每个人 感谢导演 感谢我的主创团队 感谢我的演员们 因为是他们所有人的付出 汇聚成了这样一部好看的电影 才让我有机会 能够圆我自己的梦 其实您跟大鹏导演 合作过很多次了 所以两个人也算是互相成就 对不对 我跟我哥合作了十年 热烈是我们的第五部电影 但是我承诺他了 我说即使我以后工作再忙 但我永远是他的制片人 只要他需要我 我就会在 我们会有第六部第七部 对成不成就 这个词有些不好意思 但我们肯定是一起成长 那一部说一说这一次入围 再一次入围金基的感受 因为上次是吴鸣来的 非常的荣幸 多说一点 非常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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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因为五项提名 那对于导演来说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 因为金基奖 它是专业奖 它不一样 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配合工作 我呀 就是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但这也是一个毛病 它只是一个特点 并不算优点 或者是它是缺点 就是我在我的电影里面的海报 我从来不敢写作品 别人设计海报 都是导演作品 我就觉得特别羞愧 因为我只是导演这个工种 那么作品是大伙的 我们有制片人 有优秀的演员 有摄影师 有剪辑师 美术师 作曲 大家共同去完成这个内容 所以呢 我感觉这次特别高兴 因为它不只是 就是对一个人的认可 是这群人的认可 让他们也都说一说 从中日开始 也都说一说 对 也入围了 这次入围的感受 就是重新见到了所有的人 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热烈拍摄的那个夏天 然后有特别多美好的回忆 挥洒着汗水 然后今天看到大家重新在 又聚在这个舞台上 这是一个对我们那个夏天的肯定 我特别的高兴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位搭档 前天天 他也在热烈里面付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天天 两位能不能跟我们说 天天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 两位的分工是什么样的 具体来跟大家描述一下 当时因为我们筹备期特别紧张 然后场次又特别多 所以主要是中瑞保文部分 我来补舞的部分 跳舞的部分 对 就是主要是指的是三场比赛 因为他的筹备量比较大 所以我主攻这部分 然后以及和舞者的一个磨合 因为舞者他们最早没有拍过电影 他可能不知道如何和摄影机去配合 所以我是在排联厅和他们一点一点去磨合出来 最早用手机拍 然后最后用大摄影机拍 让他们知道怎么和拍摄去配合 这样 那在我们七个人当中 舞的部分肯定是一搏了 那再配合的部分 当时同一场戏 跳过多少遍 同一场戏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第一遍都觉得已经很好了 但是说实话 但是机位不一样啊 对 但是每次一搏他会自己要求再来一遍 然后我自己都会觉得 哇 这个要求真的是太高了 不好意思 那一搏能不能说再次回看热烈这部作品 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改进 或者是说可以再好一点 已经非常好了 已经完美了 对我们来讲这就是一个鲜活的陈述 我觉得没有好只有更好吧 永远都有提升的空间 那二位老师 来 这边 这位也叫一搏 对对对 张一搏老师 对对对 我也负责我的部分 然后附老师负责那个文系的部分 这是我们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工作 是是是 特别荣幸来到那个厦门 参加这个经济电影节 对我们这是带着热烈整个团队来 真的是太太荣幸了 太高兴了 对对对 那大黄导演 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因为热烈相继在俄罗斯啊 在泰国 在韩国都上映了 然后我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电影也出海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您觉得在于海外来说 怎样的中国电影 它是可以被大众所熟知 以及被大众所接受的 哦 非常感谢 我们也很荣幸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 参加了很多国外的影展影节 见到了全世界的观众 也收获到了世界各地观众的认可和鼓励 我们觉得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 所以呢 只要是发自内心的 非常真诚的讲述一个 我们身边的故事 相信它能感动我们自己 也打动观众 无论它在世界哪个地方 好 也期待今天晚上 五个大奖都能捧回家 谢谢 谢谢